说到美食题材的影视剧作品 你一定看过不少 周新石的石神 央视的舌尖上的中国 韩国的小森林 日本的深夜食堂 孤独的美食家等等 这些作品尽管题材各异 但大都涉及这几个关键词 轻松治愈 灰鞋幽默 皮哥今天要介绍的一部 美食电影有点特别 这部1985年的电影 贪争美食电影里的上古神手 不同于传统的美食电影 它给人的观感是四个字 瞠目结舌 这就是蒲公英 豆瓣评分8.4分 蒲公英数1985 Frepasy导演编剧 一单十三主演 山西努公文镜子一所 广司大龙秀制度边前 金川雅链钢田墨丽子景川 鼻腿是乔爪公电影名字 看上去小清新 内容却是异常凶猛 只看电影见解 不过是一个货运司机 帮助担心妈妈开拉面馆的普通励志故事 据说导演一单十三为了拍好这部电影 甚至亲自开了一家拉面馆 但真正看了影片 你才知道导演的野心 可不仅仅是做好一碗拉面 这部电影以食物为触手 大胆触碰了人世间的各种复杂命题 性爱 规则 恋物皮 死亡 尊严 文化迷思 包罗万象 简直一副活脱脱的日本众生相 这种凶猛姿态也让影片足以僻逆其他同题材的美食电影 本片之后 导演更是建立了一单电影这一独特流派 那么 要了解这部电影有必要 从他的导演一单十三谈起 这是一个奇葩导演 26岁的他以演员身份出道 直到50岁才大器完成坐上了导演的位置 回顾他导演生涯的各大作品 其拍戏的严谨态度令人生畏 为了拍葬礼 他跑到殡仪馆打工 给死者化妆 为拍蒲公英 他亲自开了一家拉面馆 为了拍女税务官 他去应聘日本税务局的临时核算员 为拍民报之女 他加入于黑社会 甚至因为该片 引起了黑社会的仇恨 而不幸遭遭暴徒袭击 受伤住院 养病期间 他又根据医患冲突 拍摄了大病人 而他的人生结局更让人唏嘘 1997年 仅仅是因为和一名女志愿传出绯闻 为字正清白 他竟从八楼一跃而下 八王别激里那句不风魔 不成活形容这位鬼才再合适不过了 具体的这部蒲公英 无论从叙事风格还是内容 一干是三位我们呈现的 是一个极具个人风格的天麻星空的世界 剧中开篇就是戏中戏 他借助白衣公子哥之口 与观众直接对话直言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之后影片分为主线和副线 两条线相互交织 收放自如 主线是传统叙事 好似一桌饭菜里的主食 规规整整 可用一个收字概括 讲述一种西部牛仔式的行侠仗义 货车司机黑狼 帮助管府招兵买马干大事 这里的大事不是传统西部片里的解谜寻宝 而只是开一家拉面馆 为了这个梦想 他们费尽周折 从探讨如何正确的吃面 到快速记下顾客的订单 再到窥探对手如何作谈 再到拯救富豪收割大厨 再到情敌间肉搏收割装修工 可谓是开局一寡妇 升级全靠男主 这样大炮打蚊子式的黑色幽默 展示的对生活的奢侈态度 不夸张地说 周星驰的时辰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本片 在主线里 几个主角时带着镣铐跳舞 为了闹得开餐馆的目标 他们选择压抑妥协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幕 就是男主黑狼洗澡时 无意间看到了女主挂在浴室的内衣 为了光正伟岸的形象 他只能选择压抑自己的欲望 影圣的附现则是整个日本的辅舍会 恰落酒席里的一道道饭菜 煎炒烹炸 酸甜苦辣 一应俱全 光怪陆离不拘一格 可用一个放字概括 这是爱的色放 人性的解脱 也是本能的回归 当主线四平八稳运行的时候 副线就像一只只远无曲 在主线间自由穿梭 没有开始没有结尾 只有一个个令人惊叹的片段 片段一 白衣公子跟着美人寿思艳 看得人春心荡漾 男人之间纯是香蕉 一个原生蛋黄靠舌尖来回推送 这香烟又不低俗的情节 可谓玩到大多数俗套的情色片 这是对十色性也最好的诠释 片段二 意大利面馆一堆权贵不惠点菜 还要故作清高 一个不解风情的小哥点菜 点得头头是道 那帮绅士炯 得面红耳赤 令人忍俊不羁 这是对阶级的无情炒用 片段三 淑女培训老师和吃面 发出巨大声的秃头男形成鲜明对比 这是对寻规倒举的挑衅 片段四 临死前仍坚持对假人做最后一餐 丈夫含泪催促孩子们趁热吃掉饭菜 这清晴点水般探讨了食物与死亡 片段五 还有牙痛男人 却依然无法拒绝冰激凌诱惑的老头 他与嘴馋的孩童 分享冰激凌食的那种心有灵犀 片段六 狡猾的小偷被警察抓获 被捕前依然吃下那一口北京烤鸭 宣告了作为小偷的生活情绪 片段七 超市里样貌奇特的老太婆 捏水蜜桃蛋糕也颇有意思 相信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幻想 去超市捏碎柜台上的方便面 用手插进米缸 这样不足为外人道的日俗趣味粉片都有表现 不得不佩服导演感情之细腻 片段八 影片最后是一个婴儿吸水母乳的长镜头 这让识这个字回归了生命最初的本能 这些细碎的片段与主线没有任何关系 却严丝合缝地穿插在电影的各个角落里 让这本片变得一场充满怪异有趣 好似万花筒 随意拾起每一朵花瓣 都能绽放出一个生活的真相 世界杯正如火如荼的进行 许多伪求你不明白 22个成年人为了一个皮球 争得热火超天有意思吗 那么看了本片 看到云云众生 为了一个十字获喜货杯 释放生命无限能量的时候 你或许能收获那种 活在当下一花一世界的奢侈态度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 人者爱事与愿创述文章著作权 提皮电影 PBDNN未经授权请勿进行任何形式的转载